在父亲两度隔皮相救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帮助下 河南新乡17岁女孩李晨喜 日前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出 脱离生命危险 1月28日下午在病床上躺着的晨喜 用剪板夹的双手 比出一颗感恩爱心 回赠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 并祝大家新年快乐 一颗心给大家 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新的一年 要注意安全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要注意防火防电防水 还有就是 希望 希望我在下一年 能快点好起来 2018年10月3日 正在家里写作业的晨喜 遭遇煤气罐爆炸 全身烧伤达80% 为了给女儿治病 父亲李志峰不仅四处借钱 还把房产做了抵押 由于女儿烧伤穿面大 李志峰先后两度割皮救女 虽然最后一次取皮手术 已过去一个多月 但李志峰走起路来 腿仍不灵活 李志峰告诉记者 一场意外 让他们全家感到了 全社会的爱心汇聚 社会各界吧 各界的爱心人士 企业 分分身处 远着手 对我们家的帮助 真是太大了 获得了更大的温暖 这个家庭 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原来呢 只是说 怎么说呢 好像就是我们自己 一个小家过好就完了 但是没想到 妞妞出了这个事以后呢 社会各界的人士 在关注 一直在关注这个事 关注妞妞的病情 如今 陈喜的病情 逐渐好转 李志峰告诉记者 面对每天 近四千元的治疗费用 虽然紧张 但社会爱心 仍在向他们汇聚 李志峰还说 作为父亲 看到女儿病情 在社会各界关爱下 逐渐好转 已感到无比欣慰 希望未来 他们也能加入爱心组织 把爱心传递下去 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 可能还有我们这一大家子 都走不到现在 也不会在这个病房里 和大家说感谢的话 可能现在 说谢谢都太轻 然后但是 但是我现在只能和大家这样说 等我好起来了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把这份爱去传递下去 现在妞妞的皮呢 都是硬的 包括各个关节都是僵硬的 康复呢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手呢 基本上还能比出一个新的形状 虽说不是太标准 妞妞每天也在进步 去尽她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锻炼 作为父亲来演的话 我还是很高兴的 就是看到了孩子的希望 今年过年的话 肯定是出不了院的 但是相信妞妞会好起来 加油吧 我们一起加油 借此机会 向大家拜个早年吧